今天下午好 在我開始之前 讓我們先看一段精彩的影片 把揭曉得到的一座 像是一朵劑 甚至在我們的家 i am a helper assisting customers in stores and the disabled in their homes I am a navigator mapping our world one millimeter at a time and making even the largest self-driving vehicles safer for the long haul I am a creator learning to paint from the masters and applying their styles to create original works of art I am a teacher analyzing half a million player moves every game to identify strengths and weaknesses and a learner discovering new strategies from complex games I am even the composer of the music you're hearing I am AI brought to life by NVIDIA deep learning and brilliant minds everywhere 刚才我觉得这段影片 有一个我自己也觉得 最感到 impressive的地方 就是刚才整个背景音乐 其实也是透过 AI人工智慧 所composed出来的 the background music you just heard for the video clip you just saw is actually composed by AI so isn't that impressive AI is already in our daily appliances in each industrial verticals and actually it can be also being used in painting in art and music 所以我今天 很荣幸 受邀 IDEAS 这个论坛 来这边 跟各位分享 AI 在各式样 我们人类生活中的 应用 首先 不管你喜欢 或不喜欢 你是AI的支持者 或者是 质疑者 You have to face the reality that AI is truly in our daily lives already For example 你平常 你用手机 你在做一个 voice的一个inquiry 你在问你的手机说 你要去找什么样的餐厅 或者是你要去查询 什么样的知识 手机会给你 这样的一个 reply 告诉你answer 这是一种AI的应用 比如说你今天 你要消费 你看到了一个 你喜欢的一个皮包 或鞋子 你用手机 把它拍照下来 你可以透过AI的应用 很快地去帮你找到 在什么样的地方 什么样的shop 有最好的价钱 你可以买到 你想要的东西 这些应用 都是在我们生活 平常 你已经很习惯在使用的 但是你可能不知道 这个背后 其实都是透过AI 透过大数据 透过深度学习 所信任出来的这些 neural network 这些model 来提供给大家 这样一个服务 AI不只是 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 AI也可以帮助我们人类 is touching our lives and caring our human beings for example a lot of families are immigrants and usually grandmother and grandfather they are speaking different kind of native language from their own country but their grandchild is probably learning you know Engl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I can help to be a real-time translator to bridge the gap of the language gap in between different generations to build a closer family AI也可以在医疗上面 帮我们提早 侦测出来 这个小孩 这个婴儿 是不是有什么样 potential的 这个disease the possibility 来提早做预防治疗 来让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的下一代 更健康 甚至是 有一些是 天生 出生 就不是遭到 这个世界 很公平对待的 比如说 他有眼睛的 视觉上面的残疾 AI也可以帮他 去做一个 即时 他面前 所有的路况的辨识 并告诉这个盲人说 你前面 是什么样的情况 是不是有车子经过 人经过 还是有什么样的危险 让他能够 在这个社会之中 行走更方便 也可以得到 更有尊严的 一个生活品质 AI 甚至在公众的领域里面 也在发挥它的强大的 帮忙 我们人类可以过得更好的一个角色 我想在公共领域的这种 公共安全上 Smart City里面 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环是 Intelligent Surveillance 过去呢 这些surveillance 他都是靠这些camera 录制了这些video 然后这些video clip 可能是到达一个中控室 然后一个人 坐在那个地方 看着这些好多的荧幕 在发觉说 是不是有什么样 potential的 危险或是问题 但是透过AI呢 透过这种更先进的 Intelligent Video Analysis 这个algorithm 这样子一个neural network 能够及时地去察觉出来说 是不是有一些potential的threat 是不是有一些potential的一些 可能危害到 各个公共的这些行人 或者是在station里面的 这种状况 即时地预警式地 给大家做一个提醒 再来在很多的 这种客户服务的领域里面 AI它也可以结合很大的 这种domain knowledge的资料库 然后很聪明地去做 每一个顾客的语言的 自然语音辨识 来提供他很多的这种intelligent 而且很有深度的 这种知识的咨询服务 这种发展 我想以后在金农业 或者甚至是在一些旅馆 这种需要面对人 面对客户的这种服务 它也会发出更大的这个功效 甚至是在农业 各位可能觉得农业是一个 很传统的一个产业 但其实AI在农业里面 也在发挥它的功能 比如说 你们现在看到荧幕上右边的这个例子 它是一家公司叫Brew River 它专门生产这种智慧农根基 它有办法分辨今天在一个农地上 哪一些东西是有无益的 有害的这种植物 那哪一些东西呢 是这位农夫他心情耕耘所拨下去的种子 他智慧性的透过影像辨识的方式来做这种判断 同时针对不需要的植物 他会自行自动的摘除 针对农夫所他需要harvest的果物 他会去施肥 这样子的话可以大大节省人力 也可以大大节省施肥 好这种chemical的这种使用 让环境可以更环保 同时也可以制造出更多健康的果物 来提供给我们人类的社会 所以刚才我是从三个面向 从平常你的生活之中 从AI怎么样照服照顾 甚至是治疗人类的疾病 第三个是从公众的领域里面 甚至是传统的产业 AI他都已经在扮演 很重要的角色 接下来我想要针对更深入的这些vertical 给大家分享一些AI应用的实力 Healthcare 在医疗的领域里面 最主要分成detect疾病 针对疾病的diagnostic 第三个是找出cure的方式 medication 在这三个医疗领域的face 这三个face 都已经有很成功的AI的应用 各位现在看到的这个是 左边是一些X光片 那右边可能是一些MRI 或者CT的一些扫描 我本身我不是医生 但是在座上如果有医生的话 或者是对这方面医疗有研究的话 其实大家都知道 他们所学的这些专业的知识 是今年累月的苦读 今年累月的经验 那面对这些病患的时候 他们采取的是 要很仔细 很小心地去找到这个病患 是不是有可能会有一些相关的疾病 那对于医生来讲 现在这个情况有福了 因为我们可以透过这种 医疗大数据收集的方式 还要学习今天哪一种pattern 是有可能是会发生什么样的疾病 或cancer的来提供给这个医生 建议说这个病患有可能 会有什么样的这种cancer 还有加上它的possibility 针对这样子一个医疗的detection 美国有一家公司叫Artris 这家公司呢 它已经也得到美国FDA 510K的Karense 还有西医的认证 这是很不简单的 这样子一个应用 已经是在美国的心脏科 医生上成为是心脏科医师的判断 有没有心脏疾病的助手 我们这边来看一段影片 各位刚开始可能看不清楚这个东西是什么 但是接下来你们应该更有感觉了 其它是一颗心脏 活蹦乱跳的心脏 那刚开始那些灰阶的扫描图 其实应该是针对心脏的超音波的 这个ultrasonic的这个扫描 那透过AI的技术 还有透过整个visualization的技术 我们可以针对每个病人的这种 心脏的超音波扫描 而建立起他的个人的心脏模型 那今天如果可以把这个个人的心脏模型 把它build出来 把它visualize的话 更可以帮助今天这样子一个心脏科 相关的医疗人员去对这个病患 去做相关的建议跟判断 刚才是跟各位分享 医疗方面在detect 还有diagnostic 应用AI的例子 接下来这个例子呢 更厉害 这些家公司叫Incisco 它利用AI 利用大数据 针对human的genomics 基因序列 去做收集 辨识 学习 还要找出这些genomics 跟各种疾病的相关联性 同时呢 去开发出更精准的标靶药物 来治疗这些相关的疾病 除了治疗之外 它另外也去找出 人类基因上面一些相关的 影响人类健康 跟天生寿命天线的 这些关键因素 进而开发出一些 健康的一些药品 让人类可以更延延益寿 让我们接下来看 他们这家公司 非常impressive的一个 video introduction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年每年 我們已經有大影響病毒 病毒病毒 現在我們現在要進行更加進步 這就是我們唯一公司 去合作參與 Cylico Medicine Cylico的 expertise 會幫助解決筋動力 相關於性能力 快速度過程 在新生技術中 在 Baltimore Cylico Medicine Bioinformatics and cutting-edge analytics in silico has developed a novel scientific method that uses deep learning algorithms to catalog millions of data points from multiple universities clinical studies hospitals and more this data is used to identify compounds with unique anti-aging properties life extension will use that knowledge to be the first to offer you nutraceuticals with revolutionary ingredients called geroprotect designed to maintain youth and reverse aging giving us more time to spend with those who matter most so we can all stay healthy live better and celebrate life for years to come life extension and in silico medicine exclusive partners in health technology and groundbreaking nutritional supplements OK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以后人可以活得更久可以活得更健康应该是近在咫尺即将会发生的事情这可以让我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还有更多的时间来跟家人来分享更多的欢乐的这些时光所以我个人非常的期待 那接下来这个医疗应用的例子这家公司就是我前面跟各位介绍过的 它可以帮助盲人去做即时的前面的这些terrain地形还有一些可能发生的这些incident的即时的real time辨识 然后同时把这个real time的这个scenario把它translate成这个盲人他所懂的语言透过耳机告诉他what's going on in his environment 所以这个对于盲人来讲也是一个非常非常棒很便利的一个应用 OK刚才我们看是一个healthcare medical的这个vertical 接下来我们看农业这个vertical 我想在座的人可能有一些人会喜欢自己也玩一些花花草草 you like to do plants you like flowers and some people some farmers in the third world they are trying to enlarge their crops you know the harvest quantity to raise more people but probably they don't know you know you know 这些植物 the plants are symptoms when they find something's wrong with the plants 所以有一家公司叫Plantix P-L-A-N-T-I-X 各位其实可以透过你的手机Android Store 或者是Apple的Apple Store 你们都可以download到这个很棒的应用程式叫Plantix 它可以只要拿你的手机去造这个植物 你想要知道说今天这个植物它是有发生什么样植物上面的疾病 它会立刻的做辨识告诉你 同时它会告诉你治疗这个植物疾病的方法 那这个对于你喜欢种花花草草 或者是在第三世界的农夫 他们缺乏这些相关的农植物的这种病理专家 都非常非常有帮助 OK 这是刚才跟各位分享的农根基 就Blue River 那重点是它可以针对不需要的这些植物 雜草 跟所需要去harvest照护的这些crops 它能够做及时的影像辨识 然后针对雜草来做摘除 针对需要去照顾的穀物 它会只针对它来做施肥 所以这个会节省人力 同时呢也会节省整个农药施肥的这个使用量 对环境来讲很有帮助 那对于整个农作的这个生产量的提升 也会很有帮助 OK 消费 AI怎么样去影响我们人类的消费的这些行为 还有怎么样去影响以后零售业的一些变化 让我们来看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音乐 还能够做很多精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刚才两个例子呢 是告诉我们新的这种消费跟零售业的行为 第一个是 你今天只要看到你一个你喜欢的东西 不管是你在坐捷运 看到你朋友或你旁边坐的人 他拿着皮包或鞋子 你只要拿着手机对他一照 他就给提供给你相关的商品 在什么样的地方可以买到 而且是以最优惠的这个价格 那第二个应用的例子呢是 通常我们在大卖场 结账的时候都会 有可能会大排长荣 那有时候花很多的时间在排队 那smart card这个solution呢是 它针对你今天在架上 所挑的这个货品 当你丢到你的smart card 就是你的这个智慧型 这个购物车的时候 它就能够透过影像辨识的方式 帮这个物品及时的扫描 针对它的价钱 它就是已经把它count到 你个人的这个 第三方支付的账户里面 所以当你今天只要把这个推车 推出你这个卖场的时候 它就已经自动帮你完成结账 你就不需要再去大排长龙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介绍一个在金融界的这个例子 金融界的例子里面 AI会在个人的这种财务管理 个人的portfolio的management 还有在risk management 个人的这种金融风险上 还有个人的这种信用的风险评估上 还有可能是公司行号的这一种 信用贷款的这种风险评估上 都会发生它的这种大数据分析 跟建议的功能 那这边的这个例子是一家 很有名的针对公司去做 咨询建议服务的国际大厂 叫Accenture Accenture这家公司呢 跟各位稍微介绍一下 它本身一年的营业额 超过32个Billion US dollars 银额非常的大 它所咨询的对象包含政府 包含公司 其实也包含军队 那它在帮这么多重要的机构 去做咨询服务的时候 很多的机构都会问他们说 现在日益平凡的这些Cyber Attack 网路攻击要怎么样去解决 那他们公司跟我们合作 用AI Deep Learning的方法 去针对Cyber Attack 去做侦测跟预防 所以现在他们用深度学习的技术 一天它可以去侦测到 两亿个Cyber Attack 并加以预防 PayPal 这是一家第三方支付公司 我想在网路上交易 经常会有网路诈骗的这种事情 所以他们也透过跟我们公司的合作 去找到怎么样可以更正确分析 还有判断出来 这是不是一个Fraud 是一个网路诈骗 或金融诈骗的一种Situation 那这样子一个方法 会大大降低它过去 传统的这一种判别方法 所以成功率提高了一倍 然后也降低这个False Alarm 百分之五十 对于节省他们的这一种 针对网路金融诈骗的能力上面来讲 还有节省他们的时间跟成本 也大大提供了帮助 接下来这个Vertical IoT 各位可能都听过IoT 那IoT呢 I第一个英文字母是Intelligent的意思 智慧型的IoT 那在这边我跟各位分享 两个成功的案例 第一个是 HSR 针对人类 针对消费者所提供服务的 这一种智慧型机器人 这个例子呢 是在美国 针对建筑用五金的这一种 Supermarket 它叫Lowes 因为美国你知道 有很多人他们喜欢自己去买建材 买一些这种建筑用的工具 回家自己DIY 去把自己家里去做整修 或者是自己盖房子 那 这一种店你可以想象到的 它各式各样的工具 可能榔头就好几十种 可能螺丝 钉子就好几百种 那在这种情况 你一个消费者进到这一种 Lowes 的grocery store的时候 你可能不晓得要从什么样地方 去买到你要的工具 还有你的需要的equipment 那这个Lowes bar呢 它特别注视就是 它取代了传统的这一种 cosmos service 的能力 它可以跟对消费者 理解消费者各种不同的语言 包含英文西班牙文 同时呢 它能够理解它的问题 并告诉这一个消费者说 他所需要买的商品 在哪一个架上 并带这位消费者到这个架上去 拿到他想要买的物品 OK 所以这是一个已经在美国 消费型市场发生的HSR 智慧型的HSR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K 刚才这段影片呢 是不是给消费者用的 好 那我举这两个例子 刚刚前面那个是针对消费者的 服务型智慧型机器人 后面这段影片呢 是我们合作厂商 一个德国的机器人公司叫KUGA 他们做什么呢 他们做的是针对生产线上面 用于industry的智慧型机器人 那这些智慧型机器人 它的特别之处是 它能够针对它周围的环境 能够去做awareness的理解 同时呢 它可以去针对周围的环境 或者是它所要处理的产品 来做及时的学习 还要判断 这是有别于传统的 生产线上的智慧型机器人 它能够自行进行awareness learning还有judgment 这是未来industrial intelligent robot 它所需要具备的能力 最后一个vertical呢 无人自驾车 我想无人自驾车 已经是一个非常 大家都耳说能详的一个应用领域 那我们公司跟全世界的各个大的车厂 包含大家看到的奥迪 特斯拉 宾士 还有像是Volvo 日本的像是Toyota 本田 都跟我们公司合作自驾车的开发 那我觉得接下来我要播一段影片 让大家知道说除了这些传统的轿车大厂之外 其实针对 比如说货车 砂石车 这一种更影响到整个行人 或者是一般在路上驾驶安全的 这一个行业 我们公司怎么样帮助他们 来进行无人驾驶的开发 感谢观看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卡车制造商 它为了避免这种货车驾驶长途的 这种长时间的这种疲劳 所以它开发出了这一个无人驾驶的辅助系统 希望能够在这个货车长程驾驶时候 大大降低它的造势率 那我想这是一个很棒的 在整个货运业将来可以应用的人工智慧的方向 那讲了这么多人工智慧的这些应用 这些已经发生在我们生活之中的这些应用 那各位可能会有个问题 那人工智慧要怎么样去开发呢 我们公司除了提供给人工智慧开发的平台之外 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提供了相关的深度学习的训练课程 那这个训练课程呢 它是一个非常有系统的 从初级中级到高级 很有系统的一个训练的一个课程 那它可以教你呢 从一个本来你对人工智慧的概念不是很懂 你对深度学习怎么样来应用data 来做训练的概念 你不是很懂 变成你完全了解这样的一个理论 同时它会教你实作 它会让你去操作一股data set 比如说是一组花 一组狗 或是一组猫的data set 然后帮助你去学习怎么样用 我们deep learning的这个digits 的这个训练的这个software 来训练出来一个neural network 来针对这些图片来做及时的辨识 所以今天这个课程我想 是一个大家如果想要去学习人工智慧 或是学习怎么样开发人工智慧 深度学习的这些model 很好用的一个课程 那这个课程在台湾也有 那我们初阶是这个90分钟的课程 我们从 OK 我们整年呢 每一个月都有相关的课程 然后在我们的官网上呢 都有这些课程报名的方法 那甚至是我们会从北部 把这个课程拓展到台中 甚至到台南 那各位如果有兴趣的话 都非常欢迎各位来报名 最后呢 我想一个结语就是 人工智慧 它已经普遍的存在 我们生活的一些应用领域里面 那这是一个不可挡的一个趋势 那人工智慧之所以现在发展的这么迅速 最重要是因为深度学习 深度学习的这一套方法 可以透过大数据 透过GPU的平行运算加速的平台 把各式各样的这些 你要训练的 neural network的model 很快速地加以训练完成 那我们公司会提供相关的这些 技术平台的支援 那最重要的是 我们公司会跟台湾的 长期的合作各位伙伴 还有甚至是在学的学生 一起来做 整个人工智慧教育的这种推广 还有整个课程上的推广 那希望说台湾在人工智慧的 这一个新的时代里面 能够拥有一些重要之地 我今天的演讲跟介绍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